大家好,我是香港作家,陳婉山 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裡 和大家就著兩代晴晶文比賽高中組的兩個題目 做一些小建議和分享 大家不妨參考一下這些建議 首先,高中組第一個題目是逆風飛翔 逆風飛翔,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以前大家在生活上,例如是學業,家庭或者是朋友關係 有沒有遇到一些難關和低潮呢? 大家會怎樣去面對這些問題 例如是會鼓起勇氣克服它 還是會覺得需要等些時間逃避一下呢? 如果大家是足夠正面的態度的話 當然就會選擇鼓起勇氣去面對這些難關 逆流而上,逆風飛翔 大家又會用什麼技巧和精神去嘗試衝破這些難關呢? 有沒有試過找其他人幫忙? 會不會是可以找找師長或者是朋友 甚至乎是會去圖書館借書 或者是在網上搜尋一些資訊和一些意見呢? 大家如果遇到難關或者問題的時候呢? 最重要是嘗試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它 發奮自強 難關自然就會由問題成為 鞏固我們自己實力和和其他人關係的一個強心針 講開可以找師長和長輩去詢問一些衝破難關的意見 當然我們就不得不要在家裡請教一下上一代的長輩 他們自己又有沒有試過曾經在生活上遇到一些難題 或者是難關呢? 他們當時是在什麼年紀 以及在哪一個方面遇上這些難關呢? 你可以問一下他當時的心情是怎樣呢? 你自己又有沒有試過感受過類似的心情呢? 而長輩當時始終年代和現在有分別 如果剛才提及過說 上網找一些意見或者做一些資料搜集 可能對他們來說是幫不上網的時候 在那時資源有限的年代長輩又可以怎樣 自強不惜自力更生 將這些問題化成動力的來源 鎮固自己的實力 令自己成長和變得更加成熟呢? 而長輩在經歷過這些低潮之後 成為更加正面的人 他又有沒有意見是給回現在這個年齡的你呢? 那希望你們兩代之間就著遇上難關 亦留意想的這個題目裡面呢 可以得到正面的答案 那除了彼此互相給意見之外呢? 我們跟長輩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奧運 或者其他運動比賽裡面的運動員 他們那種正面的精神又可以怎樣幫到我們 在日常生活裡面面對難關和難題的 例如大家有沒有試過跟上一輩 一起去看奧運的項目 或者其他運動的賽事呢? 由各個項目的技術呢? 是不同隊伍和國家的對戰呢? 甚至乎在每個運動員領先 又或者落後 又或者是甚至乎受傷的情況之下 繼續應戰呢? 其實各種這個正面的體育精神呢? 都很值得我們去尊敬和學習的 那你們跟長輩又有沒有試過 就著一些比較出色的運動員 去做一些例子的分享 讚嘆一下對象是怎樣可以 尊重自己的運動專業得來呢? 又不會失去了作為一個有品德 和有專業操守的選手呢? 大家又會怎樣比較 不同年代的運動員 他們的作風和精神呢? 例如兩代同一個項目的奧運選手 有獎牌也好 沒有獎牌也好 他們又有沒有些值得我們學習 和敬佩的地方呢? 那希望大家除了在觀賞運動賽事 知道不同運動項目的一些小知識之外呢? 最重要是要參考一下 當自己打著逆境波 又或者完全不是佔上風的時候呢? 究竟可以怎樣尋住氣 逆流移上,逆風飛翔 就算勝敗可能已經很明顯 又或者其實眼見自己都不會成為勝利的最後一個人 都希望呢可以抱著正面和不會放棄的精神呢? 去完成考驗你的難關 而高中組第二個寫作的題目呢? 就是舊屋邨和紳士鎮 大家有沒有回家問過 長輩以前住過的舊屋邨是怎樣的呢? 例如是他們的格局 他們的面積 裝修 以及他們有沒有按著一些 一色一樣 當時很時興的 一條龍 每一個舊區 每一個屋邨都是這樣建的規模呢? 那如果一些舊屋邨和現在紳士鎮的住宅 又有什麼不同呢? 例如是可能 樓宇的高度 甚至是每一個單位裡面的面積 格局 以及每一個單位的配套 可能都很不同的了 例如以前有沒有露台的呢? 現在紳士鎮的住宅 似乎很多都很流行 一定都要有一個迷你露台 又例如以前舊屋邨 可能是有一些開放式的長走廊 每家每戶的門口 其實都可以被全層都看到很清楚 現在紳士鎮會不會都已經不是這樣的呢? 兩者之間強調的私隱度 和公共空間有相差多遠呢? 而舊屋邨有沒有被拆毀呢? 還是現在還是押納不到 還是有人住的呢? 還是已經被政府收購了 納入了重建計劃 等著遷拆呢? 而這些舊屋邨 他們原本的那塊地 有沒有變成新式的住宅 或者商業的建築呢? 長輩又會怎樣看 以前我住的舊屋邨 現在終於被拆毀了 真是連認都認不回 原來那條街的那個位置呢? 就是我以前住過的屋邨了 他們眼中新式的住宅和商業建築呢? 信不信眼緣呢? 又或者如果很慶幸地 他們以前住的舊屋邨 是沒有被拆毀的 他們有沒有很懷念 以前在那裡度過的成長的日子呢? 他們會不會還有跟那個屋邨的 舊街坊聯絡呢? 你們會不會都有機會可以陪下長輩 找一天一起回去舊地重游 陪他們回憶一下 在那個屋邨過的時光呢? 而長輩對於在原址上面 興建的新式住宅和商業建築呢? 又有沒有一些正面或者是負面的看法呢? 那好了 始終都有紳士陣的落成啦 長輩他們適不適應這些紳士陣的配套呢? 例如可能他們覺得一出門口 就有大商場有冷氣炭 可以讓他們逛逛半天的 就算不買東西 他們都會覺得到處看看你 已經是一種享受 多姿多彩過以前在屋邨很多的了 還有周圍配套 例如是商鋪的多元化種類 甚至乎是可能他們 要去醫院或者覆診去看病的 會不會現在交通上面的網絡呢? 已經是方便很多了 比起以前住舊屋邨呢? 可能要轉幾乘車或者長途拔洩呢? 才會去到一些他們需要去的配套的地方 那另外呢 雖然新時陣可能他們會適應到 他們會覺得很方便 會覺得是一個新天地來的 令到他們實情有一種可能 反老頑童的年輕的力量 灌進去他們日常生活當中 終於周圍的東西呢 不用是殘殘舊舊 或者是完全沒有人修補 沒有人理會是荒廢的 還是有時候他們都很懷念 以前舊屋邨的情懷呢?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新時陣 就算是怎樣先進 怎樣方便怎樣完善都好 其實都是代替不了以前舊屋邨的呢? 長輩會覺得 新時陣和舊屋邨之間的平衡 做得好不好呢? 他們會不會有時都會很懷念 以前舊屋邨和街坊 和整個生活格局的一種關係 現在又找不找得回 和能否維繫到呢? 最後啦 新時陣又怎樣可以解決到 舊屋邨人口老化的問題呢? 如果同學仔有經過過舊屋邨 或者是一些舊屋的話呢? 甚至可能聽回長輩說 哇!我以前住的那個舊屋 現在其實全部都是剩下老人家的啦 年輕的都不會搬進去住 或者都不會繼續陪老人家住的啦 那變相舊屋邨就有一種 即連累月的人口老化問題出現了啦 那這種人口老化問題 一來譬如可能是會衍生到醫療上面的問題啦 可能那個舊屋邨 本身以前呢 就沒有這麼完善的建築配套的 可能沒有一些被雙見人士 去出出入入的無障礙通道啦 那會不會對於那裡主要人口老人家來說呢 可能是大來不便呢? 又例如啦 那裡會不會有時候很多老人家獨居 或者是沒有人照顧的情況之下呢 有一些突發的醫療事故呢? 那周圍有沒有鄰近的醫院和診所呢 可以應付到這些老人家病痛的問題呢? 會不會現在都可能有一些流動的醫療車 多些去探訪這些舊屋邨的老人家呢? 那新市鎮可不可以都分擔一下 舊屋邨人口老化這個問題呢? 例如會不會真的可以 將那些老人家搬去新市鎮住 又或者是新市鎮一些配套呢 是鄰近這些舊屋邨 亦都可以便利到老人家 解決到他們平時呢? 可能是周身病痛啦 或者是生活 末徵打賽比較沒有什麼新意的這些問題 新市鎮又幫不幫到手呢? 那大家不妨可以跟長輩溝通一下 探討一下 然後將這些訪問的內容寫成作品呢?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